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大家都很期待的BNT疫苗 现在传出说最快最快 明天早上七点多就会到货 好届时呢 阿中部长会亲自去接机 第一批预计大概有90万剂的疫苗 会先让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来接种 其余会优先开放给18到22岁的年轻人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疫苗的分配 蓝颖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包含指控说第二类的人数 从9万人膨胀到27万 怎么打都打不完呢 好蓝颖就批评说 这个蔡政府中央是不是有特权疫苗 但这下好了 现在大家呢就把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资料通通摊开来讲 第二类造册的名单 人数最多的前四名 通通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分别是彰化 云林 南投 还有嘉义市 现在大批的网友就亏说 泛兰这样子继续乱炒作 真的会弄巧成拙 一拳打死自己人啊 好我们稍后呢 持续来分析哦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新北新议员李昆成 孟琪好 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资深媒体人 王时期 大家好 最后我们邀请到的是 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盈然 谢谢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先来看的是 既昨天来了一批 59万剂的AZ疫苗之后 指挥中心也证实 最近还会有一批大约90万剂的BNT疫苗到货 除了要开放给12到17岁的学生施打之外 18到22岁的年轻族群也可以优先来接种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完整的报道 各大学几乎别让大学生沦为疫苗失落的一代 指挥中心听到了 BNT到货除了优先留给120万的12到17岁族群 在校园施打再公布也开放18到22岁 可透过意愿登记预约 粗估100万人有资格 但向台湾大学就呼吁 也让大专学生造册施打 才是真正的安心就学方案 指挥中心人倾向自行上平台登记 包括第七轮有资格预约AZ的民众 也能够反悔重新登记 要是还没完成预约 周二下午四点后就能上平台加选BNT 但要是已经预约决定不去打 则要等到9月11号才可以再加选 目前全台已经有348.6万人登记想打BNT 指挥中心新方案实施之后 恐怕人数会再暴增 我们赶快先来看指挥中心现场的记者会 做的清醒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我们的确定病例是一例 那这一例是 他是一个解隔前的裁剪 那他确诊 那隔离期间没有跟其他人接触 所以没有匡列 接触者 那算今天这个 确定病例算相当的单纯 那境外遇入有5例 死亡个案有一例 那 今天的本土病例是在台北市 那解隔的中有92.6% 92.6% 好 我们稍微有跟大家也报告 就是说 AZ疫苗 这个这是开放的 我们施打的时间 本来 就是说我们新开放的 新开放的就是23到28岁 他本来就是预约时间一样 9月3号 10时到9月4号 18时 但因为我们本来说施打的时间是9月10号 9月9号跟9月10号 那有些地方政府也担心 就是说这样的时间太短 在施打的时候的安排恐怕不易 所以我们在延长两天 从9月9号施打到9月12号 所以这23号到28岁的 23岁到28岁的民众 在预约的时候 除了9月10号 9月9号 9月10号以外 现在又增加两天 9月11号跟9月12号 那这样施打的时候 就不会那样的人那么多 那因应整体来讲就是我们的这次国际的航空 这个国际航空这16066 当然在检查我们基因的定序 是Delta 是Delta的病毒株 那他的倒是他的一个其他周遭的一个匡列的人员的 采检 跟昨年跟大家报告过 26例都是阴性的 然后这26例里面有12例列在居家 隔离 那有14例列在自主健康管理 那因为在国外整体Delta病毒株 那非常的 就是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对世界各国也都形成影响 那而且我们从进来的也好 有很多的就是 Blessed rule就是打完完整的疫苗 仍然有染疫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 为了让整体的边境能够 守得更好 所以我们是宣布 从9月15号临时起 9月15号临时起 那国际航空机组人员返台的防疫措施 大概在长城的航班 分做两种 那第一种是为完整接种疫苗 就是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一剂 未满两周 那 这些人的为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 那就要 7天的居家检疫 然后加上7天的加强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中间当然进来也一样 跟所有的 也是一样先检验 那中间里面 7天要PCR 那第10天 第14天 第10天可以做生猴唾液 或者我们标准的鼻音四指 那第14天 这两个都要做PCR 第10天跟第14天都要做PCR 那用生猴唾液或者鼻音四指的方式 然后有完整接种疫苗的 就是接种两剂满两周 加上抗体有阳性的 我们就是在要5天的居家检疫 那居家检疫玩PCR 要采音 那9天的加强制度健康管理 那在第9天跟第14天都要做PCR 这是在长城的 分做2种 一种是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 那就7加7 那要在中间要采检三次 那就是7天 10天 14天 那另外一个是有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 那也间隔了14天的 那要做5加9 那中间要采检也是一样是3次 那第5天第9天跟第14天 都要做PCR的采检 那至于在短程航班的 就是当天 他往返 那没有进到第三地的 那就是在没有接种完整疫 完整疫苗的 我们就14天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那每7天要PCR采音 那完整有接种疫苗的 那是7天自主健康管理 那也是一样 每7天PCR要采音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加强的一个 采检 跟居家检疫的方式 那9月15号临时请 就开始来做 那另外是有相关的是罗户要做报告 另外是我们这个今天在 新闻稿关于那个确定病例的 1234 第6段这边有提到就是有一例 改判的病例 这个也是昨天有记者朋友有问到台北市的 一个 这个美国 回来的个案 他在这个解除居检之后 那因为要回美国关系又再度去自费 采检 所以验出阳性 那我们初判是用本土病例的方式来判定 不过后续他在目前抽血血清的检验 结果已经出来 是 Ign是阴性 Igg是阳性 然后另外他的 恩抗体这个部分 也是阳性 那加上就是说原来他有一个发病日 有这个发病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包括说喉咙有 异物感有耳鸣等等 经过我们在跟他去就医的两家医院的主治医师 都分别询问过 那也了解说他其实从去年的9月开始 就陆续都有相关的这些症状 间歇性会发生 所以 这边主治医师跟我们的表示都认为说是 慢性的这些这个 耳鼻喉的症状 而不是这个急性COVID-19的感染所致 所以综合相关的症状 跟这个血清抗体的检验 结果 我们跟卫生局这边综合研判为就是 属于非近期感染 所以改判为这个美国的境外移入 那他检验出来当时的这个CT值是36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已经是干一段时间以后 出现这样子 就是会食阴食阳的一个状况 以上跟大家做补充的说明 好 谢谢 那综合 各位媒体大家好 那因为我们针对这个新的这个疫苗 加进我们国内的施打之后 那我们都会 针对前面的3万人加入 请他们加入我们的 V-Watch这个系统 这个主要就是 去用主动监测的方式来做这个常见 症状的一个通报 那所以 高端在23号 之后23号到29号接种 那我们也很快的 因为年龄层可能比较低 所以很快我们就就有3万人 将近2万 就是有2万9千人加入这个 这个通报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拿来跟 AZ打了两剂 还有Moderna也打了两剂 跟高端一剂的这个 症状 七天 七天之内常见症状的比较 那可以看在大家的左上方是AZ的第一剂 那右上方是AZ的第二剂 那AZ的话 他的前三个 比较常发生的是第一剂的部分是注射部位 疼痛 大概六十几percent 疲倦五十几percent 那肌肉痛大概四十几percent 那AZ的第二剂的部分 就是 同样是注射部位疼痛 大概四十几percent 然后疲倦是二十几percent 还有注射部位的 肿胀 大概十几percent 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他的 他是 就是 每一个 比如说注射部位的疼痛 那后面有七条线 表示他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之间的这个 疼痛的分布 那可以看到他在从第一天的 症状比较严重 那再来是往下 那再来莫德纳的第一剂跟第二剂就是中间的 这两个栏位 那可以看到 这个 主要的症状 莫德纳第一剂的主要症状是注射部位 疼痛 大概七十几percent 那注射部位的肿胀三十几percent 然后疲倦也是三十几percent 那第二剂的部分 就变得比较 就是更高一点 疼痛的部分 疼痛 注射部位疼痛大概八十几percent 疲倦的部分也上升到七十几percent 肌肉痛是六十几percent 那至于高端是最下面这个部分 那可以看到他的前三位的部分 出色部位疼痛是三十几percent 疲倦是二十几percent 那肌肉痛是十几percent 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 那在针对这个接种七日内的一个生活影响的比较 部分 那A率的第一剂的部分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大概 就是无法工作的 就是第一个橘色的部分就是无法工作 那大概是十几percent 那A率的第二剂就降低了 变成2percent 那Moderna第一剂的话 无法工作比例是大概5点多percent 将近6percent 但是第二剂的影响就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二十几percent 那第二天也高到十几percent 至于高端的第一剂的部分 他无法工作比例大概 就是5percent左右 所以大概从这几个 这几个让各位比较他们的这个 副作用 常见七天后接种的症状 跟对生活影响的比较 那所以结论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 注射COVID-19疫苗后 那不论是全身或局部的不适 大概以 这个18岁到49岁的部分是比较容易发生 那这个刚刚 我没有秀 在我们这个在我们每天 每个礼拜三的那个 slide上面有这个这个部分 你们再参考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全身不适的症状是以 疲倦 肌肉痛 头痛比较常发生 那绝 不适的症状是以注射部位疼痛 还有肿胀 接种后七日内 常见症状就趋向缓解 那发生比率是A例的第二剂 低于第一剂 但是Moderna第二剂会高于第一剂 那无法工作的这些影响的部分 那可能发生于 这个接种后前两日为主 那发生比率也可能跟接种疫苗类别 或是同一厂牌的这个 第一剂跟第二剂 可能也都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 说明 那再来就是 我们每个礼拜三也都会 做上传这个资料 就是有关突破性感染的部分 那他的定义就是 我们在国内的疫苗接种后 完整的两剂 接种后14天 那也让我们的这个PCR确诊的这个 我们去勾串资料库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不看是哪个疫苗的话 那目前就是 以看两剂 接种后14天 就是目前有8例 这是以本土而言 那这 如果我们要算 算说这个发生的比例要怎么 算呢 就是 8 因为他是要看8月15号 接种后14天 8月15号 就是总共到目前接种后14天 那时候 总共有66万人 接种完成第二剂 所以如果要算这个 突破率的话 就是突破率的话 就8 除以66万1884 那另外 我们要特别说明说 这边其实是有 有十例 十例的部分 那有两例是属于境外移入 那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另外两例放到里面去 那我们这些主要就讲的是本土的部分 那罗布那边讲的是境外移入 那就是避免这个重复 那这个经过定序之后 所有国内的部分都是属于Alpha的变异株 那另外一例是Delta变异株是从日本境外移入 那因为我们有 至少还有分A粒跟Moderna 这一张是说明A粒的部分 那这8例主要 主要都是A粒的一个 一个 造就是他的这个接种之后发生的 那所以他的资料也 资料的部分 就是看说如果要算 他的这个突破的发生率的话 就是用8除以8月15号的接种人数 这是414416人 那这张是Moderna的部分 Moderna的部分目前并没有发现有 这个在国内部分并没有发现有所谓的突破性 感染的部分 以上报告 这两天大概施打的 的进展都会比较慢 都没有拍热 这是我们在平台上的施打 都是延续有一些在 造册或有一些在打第二季的 所以昨天打的是比较少 总共达了两万三千八百二十七剂 那人口的涵盖率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剂 那基次人口比是百分之四六点六九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好 来 请 指揮官您好 敏试提问 就是先前那个国民党的那个 蓝营的人士有不断批评指揮中心 在第二类的疫苗造册人数膨胀 说 这是耍特权打疫苗 所以昨天我们才会公布第二类的造册 总人数 结果现在呢 造册人数最多的 县市出炉 前四名是彰化 云林南投跟嘉义市 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 好像国民党实在自打脸 想请问指揮官陈时中怎么看 会不会觉得 平白被批评 我想大概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 在上面里面 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 都会发一张 大概每个礼拜都一张 就是一个各个类别施打的人数 这是在记者会 我每个礼拜都可以给 大家一份 那第一个 大家好像这两天大家提到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发给大家的这一份 里面 比我们这一份的人要来得多 那我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那每一个礼拜发给大家 这是从注射平台 从注射平台传上来的 所以这里面会是全部的 施打的人 那这里面的人会比这第二类的这种 对象的人来得多 是因为这边的造册的人 并不全 就地方政府在报造册来的时候 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报完全来 但是因为要让大家也了解 因为大家一直在讲说 这里面的人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把从造册的人里面 去分类 让大家知道这整个的情况 最主要大家批评最多就是 中央政府官员都一直在打 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其实打的不多了 那防疫人员当然是会去打 那也因为这样子公布了以后 大家又好像有一点这些相关的疑问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大概未来 会把这个注射平台里面 叫地方政府把造册的人员 再赶快把它补全来 那这样一个全貌会比较清楚 那第二个地方在报的时候 我们再看他这里面 大概有些地方政府 又直接把有官职的才列在 就是说地方的重要的官员 那有一些是把相关的防疫的人员 或者执行检疫 比如说李林长这些人 也就放在官员的里面 所以那总数大概要把这三个 把它 如果地方政府各个要把这三个 加起来比较看得出来 在地方在运作这些事情 所以我第一要强调 这个跟我们例行每个礼拜 在公布的表 有一个差距在 那因为这是从造册的里面的人 那我们才能够清楚的分类 来做做计算 而每个礼拜跟大家报告的这个 主要就是从注射的平台 那注射平台就在登记 说我是医事人员 他就把我放在第一类 然后就报上来 所以在这边是由注射的平台 而这个另外一个昨天跟他过 现在这个表 就主要是已经有造册的人 上面的一个分类 那现在还有一点差异 那我请地方政府赶快把它补全来 好我们看到呢 今天的本土病例呢 全国只有新增一例 好而且是在居隔当中的验出阳性 那是分布在台北市 今天境外一入五例死亡个案一例 其实看起来我们台湾的疫情 真的已经相对来讲趋缓很多了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疫苗到货的事情了 赶快来看到其实昨天我们又有一批自购的59.5万剂的AZ疫苗抵达台湾了 那现在呢大家期待的就是下一批好BNT疫苗什么时候会来 原本传出说是今天傍晚的九点半 不过后来呢又有消息指出说最快最快可能是明天的清晨大概7点左右 不过算一算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台湾拥有的疫苗 其实已经破千万了 先是AZ的部分 好加上昨天的那批59.5万剂 现在全台湾已经有723.5万剂AZ疫苗了 好莫德纳加上之前美国捐赠给台湾的也有403万剂 而高端国产疫苗也有86.7万剂 这样加一加已经冲破千万1213万 如果这一两天还有这个BNT大概90万剂下来 大概加一加就有1300万咯 好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呢 蓝营啊在野党还是一直在说 政府啊之前是不是都在护航高端要来挡这个国外的疫苗 现在看这个到货量就知道 小英政府催货真的是很用力真打拼啦 好除此之外疫苗到货呢 苏贞昌院长也说我们也都有超前部署哦 各国都在抢疫苗 但是政府超前部署 我们已经预购了次世代莫德纳的疫苗 已经预购了3000多万剂 好这个部分也是要请民众来放心的 好不过讲到这个BNT疫苗 其实大家就会在讲啊 我们很期待明天就可以到 好那先前因为这个年轻人排不到疫苗 真的轮不到 所以就有很多人啊来替大学生请命 希望说不要让年轻人沦为疫苗失落的一代 好后来指挥中心呢 昨天就重新宣布了这个政策 说要把18岁到22岁的族群 拉到BNT疫苗接种的第二顺位 所以现在年轻人非常的开心 可是同一时间有另外一派的声音 就是说这个中壮年的希望可能就落空了 到底这个疫苗的分配该怎么办最合适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一起来讨论